乔务顾问吴承远 号召了多位房地产协会 以及工会的代表 针对了乔委会所发行的 乔包回台购物须知手册 进行了宣导 多位主流房地产协会的负责人 有多期盼 未来可以加强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合作 随着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乔包返台制产 乔委会特别发行了 乔包回台购物须知手册 为旅居海外的乔包们 提供购物的实用资讯 从不动产课税项目 产权调查 建筑物的公设比例 到乔包身份认定等等 内容包罗万象 而为了让乔包更了解他的实用性 乔务顾问吴承远 号召多位美国主流房地产协会负责人 及专业人士 齐聚洛杉矶乔教中心 为手册做宣传 海外乔包他需要购买房地产 在台湾留意的事项 如何选择仲借 仲借费如何支付 甚至包括了台湾特别有的海沙屋状况 以及凶宅等等的 这些我们可能在海外居住人 没有想到的这些状况 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出介绍 曾经担任2009年首届海外乔包 台湾房地产访问团 团长的吴承远表示 近年来乔委会推行 归于返乡 桥乡计划等专案 鼓励侨胞返国创业 定居与退休 导致购物的需求增加 而随着总统马英九的连任 以及对于未来黄金十年的规划 相信将让更多侨胞 对台湾房地产投资环境 更具信心 以让外商做更多实际的投资 台湾网络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